哈喽大家好,我是男青年 我现在每天凌晨都是两三点钟才睡觉 我之所以这么晚睡觉 不像之前的时候刚来很早就入睡了 是因为现在年龄大了感觉 自从进入2021年 我感觉离年龄30岁背参越来越近了 以前的时候倒还没有这种感觉 从今年我是真的感觉年龄大了 是大龄南光贵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我真的忧心忡忡 每天都在思虑着很多 思虑着未来 思虑着一些不该想的事情 总感觉自己调了队伍 但是从事实而言 我已经调了队伍了 我已经和我同龄人 已经和发小什么的拉开距离了 我感觉我就像一个浪子 但是我又没有人家浪子的情怀 也没有人家浪子的资金 我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 我倒像是一个乞丐 到处谋生 东奔西跑 漂泊不定 有未来吗 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自己都对我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了 没有正儿八点的工作 人家说保安不能算是工作 只能算是临时过渡一下 保安能逆袭吗 人家说不能逆袭 真的是让我太悲伤了 2021年的目标 我希望我不再做保安了 我希望做完这一次保安之后 我让我自己的人生能改变一下 当保安能当多久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干一天是一天 希望以后少做点保安 但每年都这样说 每天都这样说 365天每天都还在做保安 这样下去的话怎么办呀 不是跑龙套就是做保安 这样子的话对人生肯定不行 长期以往下去 会对自己身心造成严重的困扰 对自己的理想不敢实现 对自己的梦想不敢有追求 对未来不敢知识 这就是我目前的现状